你好 欢迎收看7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惠 首先来看到花莲县21号的疫情记者会 县长徐正伟表示 三不三要两呼吁 守护家人守住台湾 呼吁中央要做好边境防疫 12岁以上的民众能够施打到国际认证的疫苗 并且在训期期间 相信以最严谨的态度做好放台准备 21号疫情记者会由县长徐正伟 卫生局长朱家翔共同召开 县长在记者会上提出了 三不三要两大项目的呼吁 希望中央能够确实严谨把关边境 22岁以上国人都能够打得到 国际认证的疫苗 守护家人守护台湾 守护家人守住台湾 我们有三不三要 还有两个呼吁 两个呼吁是呼吁中央政府 第一个边境管理一定要做好 而且做满做延时 从7月13号三级警戒延长的第一天 到7月20号已经37名的境外确诊移入 而今天又增加了9名 等于说一共是46个境外确诊 所以在这里呼吁中央政府 境外移入的部分 请一定要更加的延时 守护住现在好不容易 我们维持的这个稳定的疫情 因为我们已经用了10个10周 两个半月了 造成整个经济的下滑 还有市农工商 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让乡亲过得非常的辛苦 所以再一次呼吁中央政府 边境防疫务必要做好 卫生局长朱家翔指出 花莲县在疫苗的接种第二轮 已经有6,841人 已经完成疫苗的接种 达到了91%的接种率 7月20号到21号第三轮 预约疫苗接种 已经完成1万1,532人 23号的疫苗接种 一旦中央宣布停班停课 就会停止施打疫苗 并保留在第四轮来进行施打 那所以整体来讲 第二轮我们总共预约的人数是 7,476人 那打到昨天为止 那已经打了6,841人 所以已经有91%的乡亲 完成了我们在第二轮的 AZ疫苗的接种 那如果再加上今天跟明天 我相信我们应该可以完成 这一次的任务 那整体来看 那这个在昨天 我们整个接种的情况 在诊所端是非常的好 那几乎都能够达到 我们100%的这个接种率 县长许正伟表示 7月的地震容易在台风来袭时 造成土石的崩塌 呼吁管辖的单位 能够以最严谨的态度 来对待台风所带来的灾害影响 所以在这里真伟还是要呼吁 虽然台风到目前走得慢 但是走得慢 它的变数就大 而它的环流越来越大 其实对于北台湾的影响 其实也相形的 未知数我们不晓得 但是我们会用最严谨的态度 来做防台的工作 当然真伟也希望 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